会议开始了,村长王成贵首先对大家说道 手中还拿着半截香烟,王成贵自己都笑了起来 村民们同样也都笑了起来 对于这个集团公司的事情,他们也是不明白 只是知道王小飞很发财,加上省里的三号领导都支持 县里面的领导也支持 更是想到了反正穷成了这样,也没什么被人骗的 就都加入到了这个集团公司 加入是加入了,可是现在大家都闹不清楚 下一步会是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都想听听董事长王小飞的想法 好了,大家也不想听我讲 我们还是请王小飞董事长,讲讲吧 大家又是一笑 王小飞也有些紧张 不过毕竟是修炼的人 真气运行了一下之后,那浮躁的情绪也压了下来 他突然间有一种沉沉的感觉 知道从现在开始,村民们就算是把全部的身家都压到了自己的身上了 想到自己有着聚邻镇的手段 王小飞倒也放松了心情 向着坐在这里的村民们看了看 王小飞道 各位长辈,同辈,晚辈们,大家好 村民们对于王小飞这个开头也是好笑 三辈分就把全部的人都招呼到了 顿时就鼓掌起来 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个集团公司就算是成立了 现在我讲一下公司的发展情况 村民们静静地听着 都想知道王小飞到底要怎么做 华西村是一个贫困村 我们全村有着在测人员289人 共是71户人家 这71户人把你们的徒弟都完全入股到了集团公司里面 这是对集团公司的信任 我们是289人 这其中有五保护8人 是完全没有劳动力 家庭又非常贫困的人员 另外外出务工人员达到76人 未成年孩子65人 也就是说现在留在村子里面 能够劳动的人只剩下140人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向着脱贫的目标迈进了 村民们都认真听着 大家也都知道村子里面的情况 说到这里 王小飞开玩笑道 我还是听到村子里面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我有三个亿投入到集团公司 还不如把这三个亿每户发一点 大家立即就脱贫了 听到这话 村民们就笑了起来 这想法还真是许多人都有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 钱是人家王小飞赌时赚的钱 凭什么分给大家 带大家笑过王小飞道 钱我是不会这样乱分的 大家想都别想 村民们又是一阵大笑 说到这里王小飞认真的 我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在里面 如果亏了 首先亏的是我 然后才是你们 所以大家不要有顾虑 村民们一想也对 这事的确没有什么顾虑可言 人家王小飞都不怕 凭什么大家要担心 小飞 你就带着我们干吧 老子这穷日子是没法过了 平一下 总能够拼出一片天地啊 一个年轻人大声地说了一句 不错 小飞 我们跟着你干 你都不怕 我怕个球啊 是 老子还指望跟着小飞赚钱了 你们看看人家小飞 回来之后才多长时间啊 又是卖酒又是中教材的 哪一样不是赚钱的东西啊 跟着他没错 听着大家对自己信任的话语 王小飞的心中更加坚定了 带着大家致富的信念